台北市線上教學影片 高中物理 相變與潛熱 主講人 南湖高中葉鴻宇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相信各位同學都知道 冰塊受熱後會先融化成水 然後呢 如果你持續加熱會沸騰 最後會氣化成水蒸氣 但是同學如果有在校慶原油會買過乾冰汽水來喝 你可以觀察到乾冰受熱並不會融化成液態 而是會直接升華到氣態 那為什麼水跟乾冰會有這樣子不一樣的相變情況呢 以及相變時到底要吸收或放出多少熱量 這些答案都在接下來的影片中 請同學繼續看下去 課程內容分為原理及模擬 實驗影片 立體計算 以及備注說明 我們將以底圖顏色區分單元 我們都知道在不同溫度下 水以三種不同的形態存在 有固態的冰 液態的水 或者是氣態的水蒸氣 而在右圖中可以看得到 在一大氣壓下 固態與液態間的轉變溫度是0度C 稱為溶點或冰點 液態與氣態間的轉變溫度是100度C 稱為沸點或凝點 同時在右邊這張水的項圖中也可以看到 這些樹脂會隨著不同的環境壓力下也會改變 例如高山上的氣壓比較低 會使得水的沸點也會變低 所以我們在高山上煮的沸水沒有平地時來的熱 所以食物比較不容易被煮熟 反過來如果壓力越高 那沸點也會隨著升高 所以我們常用壓力鍋來煮食物 這樣可以比較快將食物煮熟 途中有一個點很特別 稱為三項點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可以將溫度控制在0.01度C 以及壓力降到0.006大氣壓 此時固液氣三項可以共存 所以這個點稱為三項點 順帶一提 當壓力低於0.006大氣壓時 冰經過升溫會直接變成水蒸氣 而不會先變成水 這就是所謂的升華現象 接下來我們來看二氧化碳的項圖 其實我們俗稱的乾冰就是固態的二氧化碳 而從二氧化碳的項圖中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大氣壓下 乾冰會直接從固態升華到氣態 除非你能將壓力加大到大於5.11大氣壓時 你才有機會觀察到從固態的乾冰 升溫會先變成液態的二氧化碳 再升溫再變成氣態的二氧化碳 以一個穩定的熱源加熱冰塊 使其融化變成水 然後持續加熱把水燒開 最後完全氣化成為水蒸氣 記錄這個過程的熱量以及溫度 如左圖所示 會發現在冰融化成水 或者是水變成水蒸氣的過程中 雖然熱源持續加熱 但是溫度卻維持在熔點 或者是被點不會變 因此我們將物質在相變時 所需的熱量稱為淺熱 可是既然溫度不會變 那我們家的熱量哪裡去呢 其實淺熱的來源 是因為物質在經歷相變時 必須改變原子間或分子間的連結 而這種過程會吸收或釋放出能量 例如將一公克0度C的冰 完全融化成0度C的水 所需的熱量為80卡 也稱為冰的融化熱 或者是將一公克100度C的水 完全氣化成100度C的水蒸氣 所需的熱量為539卡 也稱為水的氣化熱 相反的在降溫的過程裡 水蒸氣凝結成水會放出淺熱 也稱為凝結熱 它的值跟氣化熱是一樣的 同樣的如果是水凝結成冰 也會放出淺熱 稱為凝固熱 其值也與融化熱相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題 有相變過程的熱平衡力題 題目為 將質量同為100公克40度C的水 和0度C的冰塊 放入絕熱容器內 當達成熱平衡時 第一小題問 木溫為何 第二小題 容器內有幾公克的冰 第三小題 容器內有幾公克的水 要回答這個問題呢 第一小題 首先我們要先計算 如果100公克0度C的冰 全部融化成0度C的水 所需的熱量為100乘80等於8000卡 而100公克40度C的水 如果要全部降溫到0度C 所放出來的熱量為100乘比熱1 再乘下降溫度40度等於4000卡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 冰是無法完全融化的 所以熱平衡時 絕對會是冰水共存的情況 同為0度C 所以第一題答案 木溫為0度C 第二小題 我們就先假設 熱平衡後有m公克的冰融化了 那我們可以列一條式子 這m公克的冰融化 所吸收的熱量 就會等於 100克40度C的水 全部降到0度C 所放出來的熱量 那列完式之後呢 可計算得m為50公克 那有50公克的冰融化了 所以剩餘的冰的質量 也是100-50等於50公克 最後水的總質量為何呢 就是原本就有100公克的水 再加上有50公克的冰融化成了水 所以總質量為100加50等於150公克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做的實驗是 量測冰的融化熱 首先我們來介紹實驗的儀器 第一個呢 這是一個電湯匙 是等一下要加熱使用的 再來這一台是一個電子秤 上面放置一個燒杯 再來按一下歸零鍵 使其歸零 再來這一杯中呢 是有冰塊跟水的冰水共存 而且已經靜置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可以用數位的溫度計 來量測其現在的溫度 那因為是冰水共存 所以我們可以在平板上面 觀察到現在是0度C 一切都準備就緒了 那我們就要開始做實驗囉 將一些0度C的水 倒到杯子中 秤其質量 由電子秤 毒素可測得 我們倒入水的質量為 282.54公克 再將這些0度C的水 倒到電湯匙中 再來我們來測量要放入的 0度C冰塊的質量 在測量冰的質量以前 我們應該先將冰周圍的水擦乾 以減少誤差 由電子秤的毒素 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倒入冰的質量為 201.55公克 再將0度C的冰塊 倒入電湯匙 再來就是將我們的數位溫度計 也放入電湯匙中測量溫度 再將電湯匙的電源插上 開始加熱 然後開始收集我們的溫度變化 下至今 來自維吻賓 初期的測量 將他完成溫度變化 專長的研究 冰塊完全融化 时间已达300秒 做完实验后 我们开始来分析数据 计算冰的融化热 首先在实验过程中 我们测量了一开始水的质量 冰块的质量 以及加起来后的总质量 同时在实验的过程中 我们观察到大约170秒时 冰块已经完全融化 接下来我们抓两个时间点 读取当时的温度 第一个时间点为200秒时 温度为22.8度C 第二个时间点为300秒时 温度为47.9度C 而在时间从200到300秒的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冰块已经完全融化了 我们可以确定 电汤池中为 总质量484.09公克的水 温度从22.8度C 温度从22.8度上升到 变成为47.9度 那我们可以计算 这个过程 水总吸热为 12150.66卡 然后我们假设 电汤池的加热是稳定加热的 所以全程300秒的时间里面呢 电汤池供给的热为 12150.66乘以3 等于36451.98卡 而这些热量也会等于 冰块融化所吸的热 再加上冰块融化后 从0度C再上升到47.9度C 所吸的热 再加上水从5.5度C 上升到47.9度C 使所需的热 那列完柿子 最后生出来 冰块在融化过程中 所吸的热为 14818.0卡 最后我们再把 冰块融化所吸的热 除以冰块的质量 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出 1公克的冰块的融化热为 73.5卡除以克 与我们的理论值80卡 相当接近 但是仍有大约8%的误差 其误差来源可能是来自于 未考虑电汤匙的热容量 以及与环境可能并未完全的绝热 等单元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就下个单元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